其實,這個借款條例在2009年7月8日,就在立法會討論,小弟那時未被DQ,是有大量的發言 其實我已經預告了當日,政府拿這個借款條例是不安好心的 其實就是,倒手指 意思是什麼呢?就是,說了之後,你很難監察他 和這個令到全香港人受害的證券大法是差不多的 雷曼事件那些差不多 拿了空殼回來,填了進去 第一,這個借款條例其實是曾蔭權說要在香港搞債市那時拿出來的 那時又說香港很有錢,大陸又說要搞債券市場 就是拿了這個框架 現在再拿來用的是什麼呢? 第一 這個綠色的... 即是所謂的綠色工程是不會賺錢的 只會令到工程的費用多一點而已 如果你把它掛在工程那裡 第一,主席 你審議那些... 沙中線啊 港鐵啊 那些是不是... 是infrastructure來的嘛 喂,那些如果虧了那怎麼辦呢? 怎麼搞啊? 誰賠啊? 是不是? 你的政府連現在 叫你走去交代鐵路都交代不了啊 那如果我們將來建一條綠色鐵路的時候 誰賠債? 誰賠回給那些投資者啊? 我們3A級的嘛 我們主權評級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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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賠的嘛 一開始就叫一些機構投資者來 他買了之後 他可以賣出去嘛 就賣給一些傻子啊 或者再賣給其他機構投資者啊 那就形成了一個... 一個什麼呢? 一個就是那些... 所謂的... 泡沫啦 我沒聽過一個地方 是這麼有錢要去舉債 去做環保的 環保是虧錢的生意來的 環保是補貼來的 環保是什麼啊? 是贖罪券啊 是因為資本主義 去... 侵害這個地球 有錢要去地球 贖罪券一定是給錢出去的嘛 那你怎麼會用主權... 基金來保證那些人有錢賺呢? 阿哥 你自己這麼有錢 你拿去投資就行了 所以這個... 這個做法第一 因為現在大陸那些... 環保事業又做到慢慢的 你都一定是跟他們買回那些東西 就是整個環... 所謂讓我們那個... infotructure 更環保買回那些東西 就集資來做 喂阿哥 喂阿哥 還要給錢那些人... 去做啊 即是帶路這樣啊 給錢人家去做啊 喂阿哥 你根本就玩香港人 我告訴你 你沒有公眾諮詢 你就不要再主要做 還沒做立法會議員啊 二刑零九年七月八日的便利 哇 我已經怎麼了了 有問題